刚刚的话呢就是把这两个按钮把它完成 反正就是录制了 录制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插入这个按钮 OK 那为了要让将来我们再看那个程式比较清楚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接到哪里呢 接到这个编辑 或者你按VideoBase其实也会一样 它会开启这个VideoBase 然后你在上面加上读解 OK 其实它到底帮你做什么 其实主要就是说 它帮你把那个位置记下来 比如说你游标放在B2的话 就Range 购物件 Insulate 然后再把那个什么呢 它会产生一个Active Sale 然后后面就是加上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不过其实更可以讲 这程式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写 很多地方其实改一改 甚至很多地方可以让程式变得精简一些 比如说哪一行 像这一行 基本上如果你不执行它的话 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把这一行给注解掉 前面加个单一号 你会发现我这一行不执行 如果我先把这个先清掉 你会发现执行这个会不会OK 不OK有没有 为什么因为它不知道理由不要在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每一行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行 可是如果说将来你Active Sale这个地方 直接改成什么 直接改成B2 假如说像这样 上面这一行不要 你直接把Active Sale 改成那个Range B2的话 其实上面那一行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不需要 执行一下 先把它停一下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边会有个错 错在哪里 Selection 为什么Selection错 其实如果你要有个Selection 一定要有Selection 所以如果这一行不要Selection的话 其实还有个方法 你干脆把这个什么Selection 直接改成那一个储存格就好了 哪一个储存格 就是Range B2 所以假设说 你要自己改的话 其实可以把Active Sale 跟那个Selection 通通改成Range B2 执行看看 理论上应该就OK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这样也可以 所以其实将来 这些聚集 还是可以 有修改的空间 不完全说一定要执照 那这个程式怎么来的 主要是 Ease有帮你记录 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可是将来 那个VPA程式不见得 一定要用 类似滑鼠键盘的方式执行 所以刚刚我主要是 可以把它删掉 没关系 只是我在前面加单引号 单引号的话 意思就是不执行的意思 OK 这个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以后这个聚集部分 是可以修改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撰写VBA了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帮我复制一个工作表 叫VBA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有三个按钮 我刚刚讲了 第一个按钮是输出公式 第二个按钮是清除 第三个按钮呢 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就跟上个礼拜做的动作是一样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一样第一步 我们先切到VBA 所以以后如果他自己写VBA的话 第一步一定还是切到VBA 第二步的话 我们要把层次写在哪里 我讲过 VBA一定是写在模组 所以 第二步就是你写在 这个模组的下方 可是我希望把它分开来好了 也许你可以把按右键 再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这边的话就有个Module 2 刚刚是Module 1 Module 2 那我们要写什么 假设我希望很剩三个按钮 那第一个按钮的话就是什么 叫做 名称的话 我们取叫做 这边 刮胡四串公式好了 所以我在这边加一个Sub 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我要 对应到一个按钮的话 那基本上一定开头一定是Sub 哪个Sub Sub名称叫什么 叫刮胡四串底线公式好了 OK 然后你输入完之后的话 按个Enter 它就会帮你自动加刮胡 跟EnterSub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好像上里面有讲过了 先跑个回圈 For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帮我输出到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是第二列 到第几列呢 2到10 Enter两下打个NAS 也就是说先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是第二列到第十列 然后做什么呢 打一个Sales Sales Sales的话是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呢 第I列 指的是二到十列 逗点 哪一栏呢 都会把B栏的资料 做公式的输出 但做公式输出之前 你可以先等于空字串 这个实际上 这个实际上就清除了 所以我可以把这一串公式还没打完 先复制一下贴到下面 然后把它改一下 这个改成清除 Sales的话后面加一个清除 因为实际上呢 如果你给这个储存格里面 是双引号两个的话 那表示是清除的意思 OK 所以你会把这个执行的话 它这个里面的资料就清掉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输出公式呢 那我该怎么改 其实呢 输出公式跟清除 最大的差别是 这个是里面是没有放任何东西 就清除 那一个的话呢 是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 有没有 所以刚刚公式删掉了 所以我切到具体 把这个公式 把它怎么样 复制之后 取消 然后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VPA里面的 所以把这个贴到哪里 贴到它双引号里面 贴到这里 所以把这一串 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OK 但是我上个礼拜 好像有跟各位讲 这边有两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第一个 因为在VPA里面双引号 指的是自串的开始 自串的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公式里面呢 也有双引号 所以如果你假设 把它放过来的话 会发生错误 因为它会无法辨识 你这个双引号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搞不清楚 所以怎么办 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一个记事本 有没有 你可以打开记事本 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把这个公式贴过来之后 用它里面 有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编辑取代 把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双引号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在修改公式的时候 相对比较不容易出所 把它全部取代 好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 里面只要有一个双引号 就变成两个 那你把公式贴过来 贴在哪里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贴上 看都OK了 好 那第一步呢 就完成了 不过呢 完成之后呢 假如说我把它执行 执行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 游标放在公式里面 按一下 上面的这个执行 那你会发现 执行 奇怪 怎么全部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把游标呢 再放进来 你会发现呢 其实里面是有公式的 那为什么是空的 主要原因 应该可以了解吧 这里面都是2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2改成什么 改成3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应该要下一个 应该全部变成A3 A3 A3 也就是说呢 我需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公式 公式里面呢 里面的2怎么样 改成I就可以了 那你这个改I 你不能直接说 像我们上礼拜 是直接改 直接改成I 这一定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 这个公式基本上 是双引号到双引号 它是文字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I 这个数字 放到这里面来 记得哦 你一定要先怎么样 把文字先做切开的动作 切开的话一定是 给它一个双引号结束 给它一个双引号的开始 中间再串一个end 用这个符号 把它串在中间 中间这个地方再串一个I 这样才可以把I放进来 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串进来的话 可以背个口诀吧 算号两 先选取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end前后加空白 OK OK 那一个做完之后的话 其他就把它再复制一下 贴到2的地方 贴上去就可以 因为你不用重做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你就直接贴上 把这个2 再贴上刚刚的双引号 双引号 有没有 可以这样贴上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2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 然后贴三次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做四次 也没关系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结果 那看到的应该 就会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这个就是 我把这个公式呢 有没有 它本来是2 四个 贴到下面的话 它变成 1 2 3 4个 有没有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们先下个休息 待会再来看 那个后面的部分